揭秘顾天乐拍烂片,盖白索学校幕后。 顾天乐终于凭杀破狼。贪狼摘下香港金像奖影帝。 图翻射顾天乐微博,20101804.16。 现年47岁的顾天乐终于在香港金像奖机身影帝行列。 说港民欢声雷动也不为过,因为他不仅把入行24年拍摄95部电影的酬劳,用在低调行善这件事上,更易行动证明自己有多挺港片。 光拿今年来说,他的电影公司天下一有份投资的香港电影,就有14部之多。 顾天乐的天下一集团成立于2013年,每年拍摄的港片至少10部以上,到今年更有14部之多。 而且很多纯港片是没办法在内地上映的,这样就没办法赚到钱。 因此很多人不能理解,为什么谷天乐明知道赚不到钱,还要投资这些纯港片。 天乐更曾被取笑同时拍八部戏只为了赚钱,甚至有网友嘲讽谷天乐为赚钱金拍些烂片,但事实却是,他把赚来的钱几乎都投资在香港电影上面, esqu这卷操了,浏灰了,甚至还被朋友规劝说你把整个身家性命都用来投资不赚钱没有赚钱的香港电影,干么还要投资? 柜香港国 evaluations刷钱 结果谷天乐只是蛋蛋表示,我就是想为香港电影做点事,能帮一点试一点。 讲白了就是对香港电影的一份责任。 而且古天略这样不休息地拍片,赚到钱除了资助纯香港片之外,更令人感动的是,还行有余力可以默默行善。 他们的家园,决定成立古天乐慈善基金,帮助有需要的人,出钱又出力,私下更经常了解兴建学校的进度,确保不会出现豆腐渣工程,至2017年底,古天乐小学已经高达一百所。 曾有记者致电询问古天乐在大陆盖小学花了多少钱,古天乐表示,我只是本著作善事的心,不想谈钱,也没有目标要捐建多少所学校,既然有小小成就,有能力就帮忙,会一直做下去。 又是一个不赚钱的赔本生意,但古天乐却饿死不疲。